秋冬必不可少的单品就是围巾 不仅能预寒还能带小孩 围巾在秋冬强大的功能是众所周知 但是因为围巾的材质呢 比较厚重体积又比较大 所以一旦搭配和打理不好 就很容易沾头发 显臃肿 显脸大和显矮 更不要提 至于围巾的选择呢 就是琳琅满目让我们挑花了眼 树枝最显高级感的围巾就在南庄区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马大姐 一说到围巾呢 第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就是怎么打这个围巾的结 殊不知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也没有那么久了 在当时的时尚界呢 已经出了杂志 完全攻克了围巾打结的方法 我这里呢就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些图片呢 我也会沾到我们的社区 那感兴趣的小姐妹 可以去那里截屏保留 这些方法呢 都是男女通用简单上手 很容易就会打造出 优雅显气质的围巾穿搭 那我们今天呢就争取 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 系统的阐述一下 从围巾的版型 材质 技法和搭配 五个最常见的秋冬的错误穿搭 以及两个搭配的小口诀 只要掌握了这几点 我们就会大叔变绅士 淑女变贵妇 有没有这么夸张 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个围巾的错误穿搭 我觉得小伙伴们 基本上都会注意了 这几年的冬天呢 除了围巾 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单体 是什么呀 就是口罩 口罩不仅保护我们的健康 在秋冬呢 也会起到一个郁寒的作用 但是这种蓝点的 一用口罩再搭配起来 就很容易产生冲突感 尤其是跟我们宽大的围巾 就会非常的不搭配 所以为了避免 让我们整体精致的穿搭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口罩 而大打折扣 我这里比较建议 大家选择那种 白色黑色 或者是灰色面料的口罩 这样在搭配上 既容易搭配出和谐的穿搭 又会显得高雅而时尚 第二个错误穿搭呢 是一个围巾的版型 就是这种毛线圈 我总觉得 它是时尚界 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这不是逗大家玩吗 为什么呢 你看这种毛线圈 我们这样挂在脖子上 一圈非常的宽大 完全起不了预寒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挂两圈 挂在脖子上的话 那有可能就会显得过于紧 宽松又不能调节 更关键的是呢 如果我们要摘一下 这个围巾的话 你去把它从头上摘下来 一不小心 就会变成一个 羽巾头套 弄乱我们的发型 就会显得特别尴尬 所以呢 这种围巾的版型呢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 那有些小姐妹说 我就是喜欢毛线这种材质 细细的闻掉 显得低调内敛 这当然可以 就可以选择正常的毛线大围巾 搭配一些尾衣啊 或者是舒适度比 休闲感比较高的衣服 就是一种邻家大姐姐的气质 但是这里要注意 因为是毛线嘛 所以或多或少 在摩擦之后 很容易起球 所以大家在搭配之前呢 也要记得小心检查 给毛巾去求求 第三个围巾的错误穿搭呢 就是说此欲举 化舌天足 这我们都知道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衣服 都适合搭配围巾 比如说有帽衫的卫衣 围巾和帽子 就会显得非常的冲突 再或者是说 这种戴大毛领的衣服 也不需要围巾在这里化舌天足 再或者就是说 那种领子设计非常高雅 有设计感 有时尚感的衣服 我们最好呢 也不要搭配围巾 来破坏它的时尚感和平衡感 有人可能说了 可是如果不搭围巾的话 会没有安全感 在秋冬的时候还会显冷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到了我们的小方巾 像这种小方巾呢 很适合搭配在衣服里面 一起到一个郁寒的作用 又会露出一点点装饰 起到点缀的作用 就会让整体穿搭 既和鞋在小细节上 又能凸写它的优雅 第四个错误穿搭呢 就是最近在网上 非常火的一个围巾的打结方法 它通常呢 是用那种材质比较轻软的 比如说丝绸材质 或者是那种人工合成纤维 但它的错误穿搭呢 并不是在于它的材质上 而是在于它的打结方法上 就这个围巾啊 它们通常是把这个结 要么打在胸上 要么打在肚脐尔上面 我就特别不理解 说难道是想要做出一个 大危险的脸小吗 那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就干脆 不戴这个围巾 岂不是让全身的穿搭 显得更利落 再或者呀 还有那种 就是用一个耳环 或者是一个围巾扣 打出了结之后 下面的围巾是 齐刷刷的像挂了一个小扇子 就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有一种刻意的老气 再或者就是一些大围巾 居然能打出一个超级大的蝴蝶结 这个结呢 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 打出这个结呢 跟我们的头相比 就会觉得上身 头特别小 整个身子特别大 比例完全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用围巾 主要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那我建议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亲属女姐妹 最好呢就是选择 这种大的方巾 或者是那种比较细条长的方巾 简单优雅的带在脖子这里 寄出一个高叉打结 我们也可以就这样轻松的放开 变成一个小的结扣 它配衬衣或者是低领衫 在秋冬就是非常的实用 不雅之性还保暖 我们对比这两个图片 是不是立刻就会觉得 哪个搞笑 哪个优雅更明显了 至于这种小方巾 小丝镜的打结呢 有一个小口号 就是胸部越丰满 这个结就越要往后打 如果是胸部非常奥挺 上身还有这么一点肉肉感的姐妹呢 我们最好就是把这个结 完全的打在后面 然后露出一点微领的效果 会转移上半身的视觉焦点 移到我们最细的这个颈部 反而显得整体上半身 有一个显瘦的效果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在搭配 复古围巾的时候 要记得涂口红 至于这种方巾的选择呢 它的图案 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大家可以参考 爱马仕的一些方巾的颜色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到那种中古店 二手店 去淘这种丝绸质感的围巾 感兴趣的姐妹呢 我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 五个围巾的错误穿搭呢 就是那种大格子围巾 就自从巴宝利 推出了他们的经典格子之后呢 就有很多围巾纷纷效仿他们的印花 比如说红色的大格子 蓝色的大格子 这种格子本身就会有一种膨胀的效果 然后经常又会有人把它 披肩一样系在身上 脖布呢 再加上一个腰带 这样在理论上 它是娴瘦而优雅的 但是非常的挑身材 它只适合那种瘦高的 尤其是腰部 特别纤细的姐妹 如果我们上半身有一点点浑圆 有一点小肉肉的感觉 那这样的穿搭呢 无疑就会让我们的上半身 显得更加膨胀 这里比较推荐的呢 其实是那种纯色的 无色彩或者是大地色系的 一个大披肩 这样呢 做起来就很容易起到一个 高雅而又知性的效果 对于喜欢穿黑色系的 全身一抹黑的姐妹们 这种黑白格纹的大披肩呢 也会显得非常的有气质 那我们总结了以上的 五个秋冬比较常见的 围巾的错误穿搭之后呢 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 围巾的材质怎么选 第一点就是羊绒大围巾 它的价格呢 比较合理 搭配性也比较高 保暖度也够 但是在清洗的时候呢 如果清洗不当 就会容易起球变形和缩短 所以呢 是一个比较金贵 在保养上呢 值得我们下心思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丝绸材质的围巾 这种加了丝绸材质的围巾 无论男女老少 搭配之后就会有天然的贵气感 但是它的价格呢 一般都会有一点点小贵 可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隔热性非常好 就是冬暖夏凉 适用于春天秋天和冬季 这三个季节 如果单算它的性价比的话 它应该是最高的 第三个比较推荐呢 就是比较轻薄一点的 像这种亚麻材质 亚麻材质会更休闲 更适合男性 那如果说丝绸是专属于女人的 我个人觉得亚麻的材质 非常适合于男性 天然有一点暗淡的光泽呢 就会更能凸显出男人沉稳的气质 而且呢面料轻薄 就算有一点褶皱 也是在情理之中 高雅而又休闲的绅士风 在围巾的搭配上呢 不论男女老少 第一要素就是色调和谐 围巾能不能辅助我们的穿搭 还是会变成我们穿搭的累赘 主要就是它跟外套的颜色搭配 一般呢是棕色围巾是最百搭的 最显白 完全不挑我们的身材和大衣的材质 灰色的围巾呢会显得有高级感 但是会稍微有这么一点冷掉 稍微有这么一点单调 黑色的围巾呢 其实是最不好搭配的 它很容易啊 黏上头发就会显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在打理上呢要格外的小心 我个人呢是劝大家谨慎选择黑色的围巾 彩色的围巾呢更显时尚 但是搭配彩色围巾 要更注意鞋子和包包这些配饰的搭配 要让它们彼此呼应 又不能过多的颜色点缀 反而显得累赘 所以综上而述呢 如果大家一定要选一款围巾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棕色系的围巾 更百搭 更容易搭配出高级感 那有姐妹说那丝巾呢 丝巾这么多颜色有没有什么禁忌 我个人觉得呢 丝巾它的材质啊就是比较轻薄 而且它占的面积很小 所以它只是一些稍稍的点缀的作用 至于它的颜色配色以及版性 就没有什么过多的禁忌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 但是唯一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大面积的比较花 比较粉比较嫩 这种特别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 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呢最好是搭配比较暗沉的白色 黑色和灰色的衣服 这样呢就会容易搭配出高级感 最后一点呢就是资金的打结的方法呢 也被大家玩出了很多个花哨 但是适合我们亲属女亲属男的姐妹 那还是主要首选以下的几个打结方法 第一个呢是玄锤式 就是把围巾啊就这样轻轻的搭在脖子上 有一点像补王的风范 第二个呢是围绕式 长的围巾呢 轻轻松松在我们的脖子上转一圈或者是转两圈 两个下摆的长度呢 也可以是不对称式或者是对称式 完全依据我们的个人喜好 以及我们大衣的版型 围巾下来的这两边的围巾呢 既能增加我们穿搭的层次感 又能在世界上起到一个显高显瘦 但是这里注意的就是这个围巾的长度 千万不能过长或过短 都会把这个效果啊做得适得其法 第三个呢就是披肩式 把宽大的围巾呢 当成这种披肩或者是外套来用 它就会既保暖又时尚 那选择带有这种硬花设计的披肩的时候呢 最好是搭配这种简约纯色的内搭 知性温柔的气质就会完美的流露出来 像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腰部比较纤细的姐妹呢 在这里可以加一条细的小腰带 做出女人味十足 注意在选择这个披肩宽大围巾的时候啊 一定要避开那些花里胡哨的 超饱和度的大围巾 第四个围巾的技法呢 就是打结法 这个结打得好 结脸小 而且我们把脸啊围在这种厚重的围巾里 就是实在感觉太安全了 比如说两个围巾交叉对折 然后只是轻轻的从中间的口呢 把另外一边拽下来 轻轻松松在领部下边打一个不大不小 正正好好的结 就不会让这个围巾抢了我们过多的搭配风头 或者呢我们会打一个这种毛花结 毛花结的好处呢 就是比较温柔 它这里的几个马结的图片呢 我也会发配到社区 那感兴趣小姐妹呢 就留一下 它的程度非常的简单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一定要简约不能过于复杂 好了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就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最后呢祝大家这周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